这次的香山论坛 当没有国防部长 就是李尚福反而刻意的在香山论坛前呢 被拉掉 10月29号开香山论坛 10月24号的李尚福的人事命令正式发布 发布了之后呢 结果没有公布新的呢 国防部长的人选 没有新的公布国防部长的人选 你怎么看 所以他认为这个 我们看一看相当的90个国家 我们看中共最近所举办的 第一个上个月的 杭州亚运 杭州亚运包含 对不对 都来他们都来的包含叙利亚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讲一代一代十年的丰富 第三届都很惊人 140多个多家的领导人物 这个在北京开的 然后现在在北京的香山会议开的是90多个国家的国防当局的 当包含国防部长 有的副国防部长 有的是派参谋总长 有的是像美国派的是他的副部长办公室的高级主任嘛 就是成绩相对降低的 是的 你看这三个从杭州亚运开始到北京的一带一路第三届的峰会 140多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包含这一次到从29331的香山的论坛来看 中国在大陆在军事上他他这个影响力上升了你看参与的国家就是他 当然他这是做足了面子给烧一股 那中国经过这一次的人事上的调整 你上府下台了 张又霞来了 但是我们知道没中共的国防部长 他的其实是位高权不重 对了 他的这个样子 他对外的象征性 一定是有的 因为国与国之间互动寻求个对等嘛 对 那大家觉得外交部长对国务卿国防部长对国防部部长 不过坦白讲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跟美国的国防部长了在内部的组织跟权限上 是不太一样 我认为他慢慢取代了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 香格里拉那时候我们知道每一年的时候包含英国什么这个西方的重要国 包含美国国王部长 奥斯汀都亲自出席 他本来就是英国的战略研究所赚钱的活动 他是在赚钱 那现在我认为这个香山论坛会逐步要取代香格里拉 你看九十多个国家 一般来讲 在香格里拉大概四十个国家 四十个 因为他会员国并不太是 但他会邀请不是会员国 那现在香山论坛是九十个国 九十个国防的负责人或者是重要的 这个军事干部 来参加 这个从一带一路是经济 经济完毕就走军事 他都在一个接一个 那上面这个体育 因为杭州亚运是体育交流 你看杭州亚运办的 我认为我们从此面来看了 那个大的这种盛事 办起来都是劳势动众 你没有投注非常大的资源 你想办一个国际的这种赛事活动 并没那么轻松 但我们不是说 就一定讲他怎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中共在这一方面 他已经有这种领头了 我们讲杨好将领头杨的这个太子已经出来了 尤其是一带一路 那现在又是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论坛 那现在呢我们讲了 乌克兰战争还在打 以色列的以巴冲突还在那边 现在做地面战 现在对叙利亚还对里巴人做轰炸 那在这方面也是 现在也是在军事上多时之秋 你最怕两个地方在打 但我们还不要去讲印巴 印度跟巴基斯坦不是那无人机吧 巴基斯坦把印度的无人机干下来 两个互相抛击 还有人是这么重伤 你怎么去看 因为他们有在印巴之间 印度跟巴基斯坦 他们是有 他们是有那种 我们讲到的 他们是有一个 他们有一个 那个有世仇 但是他们有一个 我们讲对话平台 对话平台要发挥作用 你看看 欢迎话说这个世界上并不平静 并不平静的状况之下 那军事上扮演的角色就会吃重 现在你看看他这一次 你现在包含乌克兰的战争 包含以色列 美国现在是不是把重点放在以色列 那比较吃亏的是不是乌克兰战场 乌克兰战场 他的火力不够嘛 他现在要靠火力靠武器 取代他的人力 因为毕竟乌克兰的伤亡是比较重的 那现在 那武器我不能通通给你啊 要靠美国来给啊 美国现在重点是在以色列啊 并不是在乌克兰啊 那这样乌克兰会比较吃亏 但是以色列你看看 以色列这边如果如图的在 这个加薩地区在这边 目前在做地面上的工坊跟扫荡 那美国也向他背书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重点 你看他派了两艘航母 包含福克特号 航母打击群 包含艾森豪威尔号的航母打击群 都过去了 中共的八艘的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护航的 亚丁湾护航的 你们两个不要交接完毕 就直接直接过去 对不对 因为那个地方在中东有应急 有状况 用过去 不要交接完毕之后三艘回来 不要统统过去 因为其中有两艘的052D 对大区在那边 所以很清楚了 重点现在目前是在中东 而且一时两刻还没有办法 对不对现在以色列的死亡1500多 但是现在这个巴勒斯坦加沙地区 已经8000多人了 我当初在一开战的时候 我说报复比 我们来看是4倍到20倍的屠杀比 就是死一个以色列人要杀 最少要杀4个巴勒斯坦的 因为我经过算过 那现在已经到6倍了 你1500乘以6就是9000了 那现在已经8000多了 将近6倍了 你的这种屠杀比到6倍 从来没有低过4 那最高成绩是 11个以色列人是死20个巴勒斯坦人 1比20 如果1比20还得了啊 以色列人已经死了1500 你就乘以20的话 你要屠杀巴勒斯坦3万人 3万人 对 我说提出 但是目前突过4倍了 屠杀比超过4倍 已经到了快到6倍了 我认为这个战争在这个状况 因为超过1000人就是战争 战争什么定义啊 就是1000人了 超过1000人的战争 其实早就超过战争的规模 但是我们还叫做以巴冲突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你说1000人说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 对战争的定义就是 那你1000人以下叫事变 或事件啊 有一个这个巴萨 这个我们加沙走廊事件 就是屠杀事件 因为就是几百人或几十人 就是事件 超过1000人应该叫战争嘛 那其实他们现在还就是叫做 以巴冲突 以巴冲突如果外溢 如果伊朗有些动作 或者埃及有时候 你看这个土耳其在最高警戒状态 那换句话说这会不会变成 由以巴冲突变成以阿冲突 有没有这种外溢的可能 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了 但是会不会到达以阿战争 我认为到目前来看 还看不出这 以阿战争还不会 但会不会变成以阿 由以巴冲突变成以阿冲突 这个可能性一直存在 对 好 因为这次的香山论坛 对啦 就是刚刚的张宇廷将军了 提到就是说 从今年9月以来 中国陆续办了三三场的大型的国际活动 从杭州亚运 杭州亚运 你不管现在看 未来看 你都发现杭州亚运呢 他可能 他可能就说 就说设立了一个 办大型国际运动赛事的天花板 对 就是以后 以后大概其他国家办 不可能到 到这样子的一个level 那不管不只是他的什么开场表演啊等等 而是他整个的程序 那配合着这样子一个杭州亚运的做集体的一个国力跟城市力的一个展展现 那个是非常非常惊惊人的 那杭州也跟着亚运的这样子脱胎换国 估计杭州 还还是未来很快会有机会再办了大型的国际赛事啊 因为他能见度太高了 那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峰会一百一百五十几个国家地的地区 到到了北京光接待就是一个超级困难的事 那你光看他的那些的晚宴 那个那个在太惊人了 那个那个从老外的角度来的来讲 你都可以想见 那个那个晚宴排排开来 就是住个摆在你面前的 简直就是说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 都呈现了在你面前 习近平讲完话了之后 底下联合国的规模 同一个时间开会的规模 大概都很难比得上这样 你看到这之前联合国 联合国十月二十八日 那次投投票的时候 一百二十一个国家呢 谴责以色列 那只有十四个国家呢 跟着美国呢 停以色列 剩下的四十几个国家呢 是弃权 加起来也不过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其实要办这种的活动呢 非常不容易 那乡山论坛 当北北京 北京呢 借着乡山论坛 去凸显了自己呢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让大家都必须要来听听看 北京是怎么想的 这个呢 这个是 这是重要的 这个像是 美国也有一个亚斯蓬论坛 亚斯蓬论坛一样的分 春夏的两季 我认为未来呢 乡山论坛也有可能 那新加坡的 香格里拉论坛 是英国办的 我说了 他其实是个赚钱活动了 就是智库 他的一个战略研究所 办着活动在亚洲 以新加坡为基地 以香香格里拉饭店 为主要的场所 可是他的邀请的对象 基本上面都还是配合着 西方的媒体 英国的媒体的思维 在炒作 就是一些亚太地区的反中的气氛 那因此呢 香山论坛的不只是平衡 有没有可能取代 好 可是这次的香山论坛里面 从来的这些的国家 你刚讲的像邵一谷 中俄 中俄呢 给邵一谷很高 一方面 他是国防部长 那这次中国表达了什么 包括这70 这90几个国家里面 除了美国呢 他派来的是他的就说呢 他派来的是 是就国防部的 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啊 还不是部长办公室 是副部长办公室的 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 也就 因为中他也反映了 就中美之间的军事交交流 现在并没有恢复 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没有房长 那奥斯汀呢 也没有来 不要说来了 他派的是副部长办公室的 中国事务主任 好因此美国来了 但是很低规 那但是其他的国家的 这次的参访里面 的相参论台可以看到什么 相参论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这些参加的 这些国家尤其是 我们讲到的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国家特别多 第三世界国家的 军事这一方面他 他一方面他要去买美国的 这些武器装备 他是 是利有未戴 那他今天向中国大陆 向俄罗斯去买这些武器装备 是相对的便宜 那他会寻求他的市场 他的需求 那中共在大陆不管是中南美洲 南方共同市场 还包括中东地区 还包括非洲 中国大陆在外交上 我们在外交跟军事上 是连年相关的 那在这一方面在非洲的耕耘 还有中东地区 还有南美洲 甚至我们可以讲东南亚 中共在这一方面的耕耘是蛮深的 那会借由这个论坛开始 那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下一个步骤 是军事武器装备的推销 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的 无人机是不是他的 在世界上独占豪头 无人机占了全世界的市场 80%到85% 也是现在战争的主角 你看这次尾巴冲突 甚至恶物战争 是不是就是这个主角 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它的武器将来的推销 在这一方面它的市场 将来是逐步的攀升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还包括这个除了无人机之外 千奇机 也包括火箭炮 因为火箭炮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 不管是尾巴冲突 还有恶物战争 也是火箭炮 这一方面你看看这些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便宜的 你看看那个浙江那一家 光门做火箭筒的那个工厂 接单接到软 已经订好几万个 是不是这样 那换句话说将来 我认为 这一个香山论坛的外溢 是军火事业 那军火事业 美国现在有点分身乏术 毕竟两场战争都在要 要这方面的武器装备弹药 那刚好给中国大陆 在这方面有个补缺的机会来 那换句话说 那补缺的机会哪三个 无人机 火箭炮 第三个导弹 战机我认为到其实 因为战机毕竟是高价 你117 11B 或者是要去卖清风7 或者是跟中国大陆 跟巴基斯坦所合作的 骁龙战机 还有清风7 那这个方面 价格稍微贵了一些 但是我刚刚讲 那三个比较 比较一般来讲 价格比较一般的 这些国家可能都会慢慢逐渐接受 换句话说 它有小批量 我们讲的塞尔维亚 有没有 有 就是靠中国大陆 对啊 那换句话说 有小批量 会变成中批量到大批量 将来军火市场 可能中国大陆会慢慢崛起 我看出来 那俄罗斯因为 它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它也 它自己自用不够 还限制军品外销 而且它要管制 那换句话说 这能够取而代之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概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先预估 明年后年 这几年 它的军火的市场 中国大陆会 我们讲到的 会蒸蒸日上 它单子会多 我讲到浙江的火箭筒的那一个 就是火箭炮 火箭筒的那一个 那只是一个指标 还不包括这些 还包括防弹背心 等等这些外溢的 我讲的是这些 那这些市场 中国大陆有这些远景 对啊 当然我看 我看哈马斯 哈马斯或者 或者巴勒斯坦 当然不会是以色列的对手 以色列的那种压倒性 也有美国为师 可是哈马斯在第一时间 能够得手 它的无人机 还是帮得很难的 它的无人机呢 除了除了做第一波的 就是反攻的 起习的效果之外 把一些的监视塔呢 都给都给炸了 这个对哈马斯第一波呢 能得手呢 是有帮助的 但是你看到哈马斯呢 在跟在跟以色列呢 在在在在作战的时候 他们连战术背心都没有 连防弹背心都 那都没有 基本上面呢 就只是一个火把子而已 就是让让以色列呢 让以色列的这些的军人呢 玩猎杀游戏的道具 好最后呢 这个问题呢 我可能要请教将军 就是不久之前呢 台湾呢 台湾发生了一波的 所谓军中的军品的外流事件 这个我看不太懂 就是它的这军品的外流呢 说是刺针飞弹 因为刺针有好几款 最简单的单兵操操作 就可以 那这种呢 刺针作为就是说呢 最短程的这种的防空飞弹 那他说刺针飞弹的发射筒 外流了 这代表什么 当然我们当过兵的 都知道军中的军品的外流啊 其实我不能说 他有多严重 或者说是一个 好像众所皆知的秘密 可是在市场上面 军队的周围 大概都有一些呢 一些采买的系统 可是这一次 因为特别的引起关注 是因为他是刺针 这代表什么 他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发射筒很敏感吗 发射筒 他将来如果是装上弹怎么办 现在问题是说 美国当初就不卖这个赤针给台湾 买复仇者 复仇者双连装 你跟没办法扛着跑 后来因为 这个状况 中共的威胁大了 赤针就卖过 赤针人稀释 单兵嘛 可以扛着跑嘛 他这个 他的发射筒四公斤 弹十公斤 杀起来吃四公斤 那这个东西 他有一个弹筒 发射筒 那将来装个弹呢 或者装个这个土制的 是不是可以打飞机了 瞄准上面 瞄准区什么都有 对不对 可以就变成仿生了嘛 很多事情可不可以这个样 那最重要 我们不要去讲说 他将来就是风险多高 最重要是军品管制出了问题 军品管制就是军纪上出了问题 内部管理出了问题 你怎么出去的 你这些发射过的东西 怎么出去的 你有这些库房 有报废 有电眼 有安全士官 也有安全军官 还有大营门口 这环节怎么出去 我想的是军纪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子弹出去了 那么多 一万四千枚有一半是军方的 批号 看批号就知道了 他会子弹上面会打批号的 那你那这个怎么出去的 那就变成管理 内部管理出了 那你今天卖出去的 又是军纪事情 又是内部管理问题 变成双重问题 军纪是军队的命脉 那你这个军队是怎么管的 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纪律 会不会影响到战力 环环相扣的 你没有纪律的部队 没有军纪的部队 没有事情 没有战力的 你在怎么训练 你没有纪律 你没有纪律 是不是散兵游游 所以到任我们看的问题 不是说掉了这个 这个 我们讲到赤针飞弹的发射筒 掉了一些弹 还有一个 就是 是不是走刑事主义 那个年初的时候 那个一个枪扫了一支 那就做一个假枪 云木混珠 你猫犯太子 对 还真的骗过去 因为很像 因为每天点了通过 但是问题是后警官知道 后警官一报 整个东庄事发 就要去做清点 哎呦 这个有假的 还有点数长 还有枪击掉了 枪击是 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枪 手枪步枪 它的核心就是枪击 你的枪管 那个 管子都可以 这枪击整个撞针 什么整个一套 这个就是他心脏 就跟我们讲的飞机的发动机 汽车的引擎 就是这个 掉两个 后来经过这边 这个雷锋迷行 这个 哎 在草丛在什么地方 找到了 那里面不是内部管理出问题 他为了让他出洋相 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我在 我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呢 我我会有一点点担心的原因 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随着 随着台湾的军演 现在的 现在的 现在的所有的这些训练跟军演啊 实弹的那个机会呢 高出很多 老实讲 我们在服役的时候啊 你要有实弹 不管是用步 用步枪 或者像 像我是 像我是野战炮 炮兵 那要打实弹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嗯 我们我们 比如说我冰冰淇连排排排长 那我们阿兵哥身上有66火线弹 反反装甲武器 可是你知道那始终多多都是个空空空筒子 平常演训的时候是不会 可是现在打实弹的机会很多 打实弹就很多的话呢 这种军品的外流机会呢 一定就很多 以前连 连子弹要外流都不太容易 对 可是现在动不动呢 就是几批次的外流 那个呢 就让我很很难担心 那个对台湾的治安呢 甚至呢 是会有影响的 好 今天 今天 林海德 我是说 你看现在的玩具手枪啊 好真的 对啊 我买个玩具手枪 我把枪机装上去 嗯 这就是真的了 对 因为他那个整个那个组合 嗯 那个玩具手枪啊 跟真的一样 我他就是 那个没有那个枪机 嗯 把枪机装上去 那玩具手枪就变成真枪了 嗯 你看那个玩 那个仿真度的 还生存游戏那个枪 嗯 对 好像 嗯 变成这个状况